首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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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租前妻李靚雷子私生活混亂的歌手王力宏 12月18日自中國搭機返台 傍晚抵達桃園國際機場後 在服務人員協助下進環與商務中心 兩個多小時後至前往檢測 對媒體訊問低調不回應 中央社報導 王力宏下午搭華信航空股份入限公司AE-992班機 下午5時6分抵達桃園機場 一走出機門就透過環與商務中心服務 前往商務中心休息 晚間7時22分 王力宏在服務人員的安排下 搭已提前預約的商務中心電動車 前往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處COVID-19檢疫站 還向首後的媒體揮手 經機場檢疫人員完成相關文件審查後 前往一旁的檢疫室檢測 完成檢測後 王力宏搭電動車回商務中心 看見守候的媒體 坐在車上的王力宏 拿手機拍媒體 媒體詢問他是否有話要說的時候 王力宏低調無回應 隨後進商務中心通關 於7時55分 由防疫的的士載往防疫旅款 王力宏在12月15日證實八年婚姻畫下據點 李靚雷昨天在社群網站Instagram發文指 王力宏私生活混亂 李靚雷說 演藝圈的男女關係和你的三觀 也顛覆了我的見識 在社群網站上的書面 《前 Ret Fallな觀眾》 重 department major 行 啊 電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